欢迎收听财经人平方 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 台湾时间5月2号下午1点整 本次的主题是 联准会终于有新动作 在世救命单 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财经人平方的Roger 这个礼拜对华尔街 应该说对整体的市场来说 应该说又忙又关键 怎么说呢 这礼拜其实有FNC的会议 也就是我们录音今天的早上 美国的飞农或者ISM 重要数据也会发布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美国财政部 也跟联准会旗舰一样 宣布了发债细节 企业财报方面 还有苹果Amazon等这些科技巨头 也都是在这个礼拜会公布的 所以这么多可以撼动 整个市场的事件同时发生了 市场究竟怎么观察呢 延续我们上个礼拜的Podcast 我们这个礼拜 再次邀请我们研究副总监 Ryan上节目 来聊聊最新发布的联准会了 欢迎Ryan 大家好 我是Ryan 好 录音的今天适逢 这个劳动节隔一天 所以就是补助一下 这个广大的劳工朋友 这个节日快乐 台股在休市后也上班了 市场目前呈现的是 比较悲观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就在问 就是究竟到底该怎么操作 这个联准会又发布了 这个缩表放缓嘛 那现在的基本面怎么样 到底现在要加码还是减码呢 好 这个时候就是自我工商的时间 我们一直认为 现在就是看基本面的最佳时间点 因为联准会开始对于 这个紧缩做出放缓了 市场流动性也因为 美国财政部的计划 也有预期上的变化 而且美国的消费 究竟在今年会不会延续 中国的房产会不会复苏呢 其实这一些都是一到两年以上的趋势变化 那这趋势变化怎么看 其实都在m平方的数据资料库中 而且我们透过一张张的图表 提前告诉你方向 让你不会跟着这个资讯乱飞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这个上几个礼拜 以一冲突的时候发生了时间点 那我们第一时间观察是什么 我们观察和母之海峡的船只数 还有顿位数来确认 两层全球石油产能的运输 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马上观察这些数据 就是要来有效的帮助 你在行情比较不明的时候 由m平方来告诉你 什么样的趋势是最重要 让你稳定你的投资策略了 好 那m平方如果如此的重要 现在要邀请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 就是要加入我们的年缴订阅方案 除了我刚刚讲到一些趋势工具 都可以无限畅游之外 我们还会加证价值5000元的影音教学 是总金投资入门攻略 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人 每次进来m平方都会问我们说 总金到底怎么看 你们为什么现在看这个 我现在应该看什么 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入门攻略 教你如何用m平方的工具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总金投资策略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投资 或是你正在投资 然后不清楚自己的交易该怎么走 怎么样看长线趋势的话 真的非常推荐你来参加我们的年缴方案 我们给你最完整的投资教学了 他就来问一下Ryan 身为研究团队的导师级人物 每一次客人都会看到Ryan 这一次的客人跟以往是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可能要从考古开始讲了 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们在2018年19年的时候 其实Rachel有主讲过一个经典的课程 就是15单元的看懂经济运行这个课程 那个课程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甚至还不是只看美国 就是那时候原油黄金 然后那时候是所有的研究员 然后做完了单元 然后有Rachel来跟大家主讲 就是我们怎么看总经这件事 那这堂课这么重要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更新它 那就在今年就是我们就是打算 全面用我们的研究团队所有资源 来更新这堂课程 那这次比较特别 我们是从资产的一个切脚去出发 带大家去一次看股票 债券 汇率跟原物料这些的重要商品 那我们也会比较用 潜显应懂的一个方式 让新朋友去了解这个 我们怎么用总经来看这些资产价格 那可以内化成你自己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策略 那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单元我们都会做一个总结 必须要知道的观念 然后还有要追踪的图表 就可以用我们网站上的一个工具 那搭配就是订阅会员 才有的一些研究报告 那专区啊 或是一些研究的一些制图工具 就能够把总经 应用到你现在的一个投资里面 OK 我们现在正在开始 如火如荼的做一些 规划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 就是很像你在看一堂 线上教学的课程 那我们是手把手的带你 所以最后还会导到工具如何使用 所以也邀请听众朋友 真的想要了解总经的话 可以来参考一下 加入我们年轿会员 就可以获得这个 只送不卖的总经入门投资攻略 那在5月17号前 加入年轿订阅就可以获得 好 那这边工餐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好好回到这一次的主题好了 等一下我们开始的主题 就会好好介绍 联准会在今天早上凌晨发布的内容 以及财政部最新的状况 我们也同步发布了一篇快报 这个快报叫 联准会解救债券市场 宣布放缓缩表 否认升息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好的 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主题 好好聊一聊联准会了 这一次联准会其实不是纪会 所以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 但其实联准会做出了一个态度 跟政策上的转变 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聊到了 这个关键的5月很多事情会发生 我们先讲联准会好了 因为近期不仅通膨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不太降 但是基本面数据 劳动市场基本上很强劲 所以让市场就担心说 联准会是不是割不下去了 你怎么样 你就是不能再降息这样 我看你还讲不讲得出来这样 但这次的大方向 其实地率持续就是暗兵不动 联准会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放缓了QT的路径 所以这次的声明稿也非常的关键 我们第一题我们按照惯例好了 请Ryan跟我们更新一下 联准会声明稿有什么内容 好 这次的5月会议的声明稿 其实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其实刚才Roger有提到 他在前面的1 2段落的 经济的一个段落 总体有新增一个论述 叫做说近几个月的通膨 其实缺乏进一步 朝向联准会2%目标的一个进展 这句话其实新增进来 主要是传递说 委员已经观察到 短期的通膨的放缓速度 是有变慢的 不过我们最关注的是说 他接下来这句话进来 有没有改变他目前的一个 利率前瞻指引的看法 其实我们可以从 利率前瞻指引的一个段落 就是第三段 会发现说 其实现在他还是维持说 美国的就业跟通膨 他的双向风险 在过去一年是更为平衡 他还是有强调这句话 所以表示说 其实目前Q1的超预期的一个通膨 其实并没有改变联准会 目前的一个看法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的话 就是市场最关注的 其实五月声明稿 就是正式的推出 六月要开始放缓 这一次是真的了 对 放缓说 也不能说这次真的 其实一直都预期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假如说 大家有在听我们 M平方的一个节目的话 其实就会知道说 我们一直讲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五六月 因为其实联准会的委员 可能像是Logan 其实或是他的一个 三月的一个会后的一个纪要 其实都有在讲说 他们做这个放缓说表 是一定会做的 因为他们不希望说 说表是像2018年 2019年的那个经验 就是说到市场流动性 有问题后 才急速的停止 因为他们认为说 如果其实这次也是这样 说到急速停止的话 他原本想要走更远 想要降更多 这件事情就达不到 那他这一次 其实他就是把原本 每月950亿的一个 缩表规模 降到了每月的一个600亿 那其中他主要的一个 下调的地方 是在美债的一个缩表 美债的缩表 原本是每个月600亿 那他这次直接降到250亿 那MBS350亿 每个月的部分 就没有做一个调整 对所以 这是生命稿的两大重点 好 谢谢Ryan 那我们刚刚这个标题吧 就讲到联准会终于有动作了 其实这个动作呢 就在讲的就是放缓 这个缩表了 那虽然呢 还没有到价的宽松 也就是降息了 但联准会也开始做到量的宽松了 也就是放缓缩表 那联准会正式在6月嘛 会这个实施 对吧 对 OK 好 那未来的执行的细节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影响到市场呢 好 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说 它现在从每月的一个951的缩表 变成每月600亿的缩表 那这600亿里面 251是美债的缩表 然后350亿是MBS的缩表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包围也在记者会里面 有特别去提到 他说为什么MBS的350亿 不变的一个原因 主要在于说 现在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早期借MBS的一些民众 他根本就不可能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 去做提前还款 因为他早期的利率都是比较低的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美国的一个房贷是固定利率 所以他在低利率的时候借到钱 不可能现在去做一个展去换约 你现在就要立刻换成一个高利率 所以他们发现说 每个月的一个MBS的缩表量 大概只有150亿 等于说MBS要缩都缩不到 都缩不到 然后它原本不是有 每月950亿的一个缩表量 然后150亿是MBS 那剩下的600亿的美债 它基本上是每个月都缩满 收好收足 所以他其实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有点 收的步调是不平衡的 所以才会把美债的这个 每月600亿 大幅的降到250亿 其实市场原本都预估是300亿左右 所以其实这部分 其实算是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的 那我来稍微讲一下 目前他做了这个放缓缩表之后 整体的一个流动性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联准会的一个 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细节 那如果大家如果想要看图表的话 其实到我们前台的官网 在美国的一个总金成绩单 然后联准会的一个单元里面 去点到这张负债端的一个 对 那你会看到说 里面有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的 一个OMRP的项目 那它年初至今这个OMRP 其实下降了大概1706亿 那其实这个下降的部分 它其实就等于是释出到 其他的一个负债端的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释放到哪里 释放到了存款机构的一个准备金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 存款机构的一个准备金 在这个缩表的途中 甚至是逆势的一个 回升到3.32兆左右 除了这点以外 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负债端的一个其他项目 可能说像OMRP跟TGA账户 余额现在的一个存量 分别是4381亿 跟9624亿 所以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试算给大家 假如说在这个Q2 就四五六月 财政部就预期说 它的TGA的目标 是7500亿 那我们就是刚刚发现前面 TGA的存量是9624亿 所以其实中间 大概会有2000多亿可以花 有的buffer 有的buffer 对 那再加上OMRP 也有4300多亿 那其实你就知道说 市场上其实实际上 大概还有7000亿 左右的一个流动性的缓冲 所以这个每月的一个缩表放缓 加上这个7000多亿的一个资金的缓冲 其实我们是认为 Q2的一个资金流动性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疑虑 好 谢谢Ryan 刚刚讲到市场流动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 美国财政部 这个内容 我们会在下一个主题 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下来联主会聊完好了 联主会声明稿 我们都读完了 基本上就是利率维持不变 但是缩表的放缓 联主会有新的动作 而且在6月就会执行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会后记者会 因为通常都在这个记者会 问出鲍威尔的心理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次也截取了几题 比较重要的记者提问 请Ryan来回答一下好了 这个会后记者会第一题 我想有一个记者 CNBC的 他就在问说Q1 因为他们一讲通膨 还没有到地人信服 还没有到2% 他就说Q1的通膨细项 哪些被认为是暂时性因素 以及未来几个月或几季 将如何发展呢 其实鲍威尔在通膨这一部分的看法 他其实是直接有提到说 大概从去年的12月以来 主要都是商品跟服务排除 住房的通膨高于一起 所以才让Q1的通膨 出现一个高于一起的一个现象 他没有直接的明确的去回 CNBC的记者说 他有没有认为这是暂时性的 他后面就直接带到说 他认为他现在观察到一些 新租或租金的绝对值 确实是在出现一个下降的状况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这一次 5月的M平方的一个投资月报里面 也有特别提了这个数据 它是劳动部的一个 试验性的一个数据 我们已经建在我们的前台上面 你会发现说 过去在统计CPI的时候 里面会有新租户的租金 也有续租的一个租金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观察 现在当下的一个租金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单纯的去观察 新租户租金有没有下降 才是真实的市场状况 这个数据就是把这个部分 独立的猜出来 我们现在就看到新租户租金 确实它的年增率是在创低的现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鲍威尔 他还是强调说 他认为预期 就是年内通膨 还有进一步往下走的一个空间 这边我稍微补充一下 我们对于整个Q1通膨的一个看法 其实最后开的一个通膨数据是PCE 我们会看到说 刚刚鲍威尔提到的一个商品 他可能说去年12月到现在 商品不如预期 商品其实主要就两块 一个是就是比较非核心的 就是油价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油价 其实是不是已经回到了 WTI已经回到80美元一桶 所以其实已经回到了一个安全的区间 它甚至在Q2的时候 去年机器还会上到90左右 所以其实在油价这部分 我们已经不是太担心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4 5月在新车的一个部分 新车的部分 4 5月其实是一个正的机器 月增率是正的 它的一个去年的一个通期 4 5月的时候 所以很高的机率会看到 商品在接下来的一个PCE的贡献 或又会 maybe又会转成一个复贡献 或是不贡献的一个状况 除了这个以外 在服务排除住房的部分 其实在这一次 我刚好在这一周周会的时候 也有跟我们的研究部分享 就是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 其实在PCE里面 有一个项目叫做其他服务 这个其他服务 它是扣除了一些 像金融 交通运输 就是休闲娱乐 其他等等 就是你叫的出来的名字的服务 其他都包括在其他服务 是不是就是上面列出来以外的都算其他 对 都算其他 那它的权重其实蛮高的 大概7%到8% 那这个权重的一个项目 在这一个月三月的时候 是月增最大的项目 等于说它是贡献这一次的PCE 这个服务里面最大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有观察到一个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去 因为它就是分类 全部其他都丢进来 所以它不会有细项 那我们通常在观察这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用非农就业里面的其他服务的一个 行资来观察它 那我们发现说 非农的其他服务的行资 其实在这三月开始 二三月开始 年增率都已经出现一个翻覆的现象 所以其实蛮高的机会 会在未来的一季内 看到这个其他服务的一个PCE的物价 也开始出现走低的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我觉得包围也算没有回答它 但是我觉得确实在Q1看到的 商品跟服务排除住房的通膨 很有机会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可能在Q2就会回复到一个正常了 等于是说我们以往在看通膨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就业的薪资 那刚刚Ran讲到了这个PCE里面的其他 然后我们用非农的其他来看一下 它的薪资确实有往下走的趋势 所以我们预测说 在没有太大变数的条件下 这个其他也会受到薪资牵引 其他的PCE或许也有向下走的一个趋势 我做个比较生活化的举例好了 就是其实服务业里面 假如说一般的服务业 其实最大的一个占的一个成本 就假如说你开一个小吃店 最大的成本可能来自于食品的食材 那食材如果扣掉的话 接下来基本上不是住金 不是住金就薪水 对那薪水通常也占大众 那这个在服务项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可能占它的一个权重 照联准会的一个说法 大概会占到5成到6成左右 所以你看到薪资下降的时候 很高纪律后面就会看到 它的项目会下降 政府项目会下降 OK 好 谢谢Ryan 刚刚有提到我们CPI 有一个新的计算 我们把新租库 这个把它独立出来 这个连结我也放在资讯栏 然后大家可以去点击 来看一下我们新的图表 再来第二个记者会问题 是New York Times 他拿理事会成员 Balman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升息不是基本情境 但可能需要考量的风险 就是是或不是的 这个statement 那问鲍威尔就是 你举哪些例子来发 情况会发生 你怎么会考虑这个考量风险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一次的记者会里面 最多被引用的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会有记者会 你会发现所有的记者 全部塞着鲍威尔这一句 都想要问鲍威尔 就是会不会升息 对 这是因为市场最关注的点 其实鲍威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明确的 跟大家讲说 其实应该他认为 是不会升息的 因为他们还没有认为说 现在的通膨数据是足够到 他们认为要从 维持利率到变成要升息 一定是先判断说 现在是维持利率 然后之后才转成要升息 那他认为 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政策还是有足够的一个限制性的 就包括说 像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GDP Q1 GDP是不是很好 对啊 然后但是其中有个项目 就是计真年率 原本市场最看的计真年率 大家原本都预估是2.4% 那实际上开出来是1.6% 就是低于市场的预估 就包卫尔是在强调说 现在目前看起来 经济的增速 并不是一直持续 创高的一个结果 那通膨其实也是一个 缓慢下降的阶段 所以还没有办法说跳过 就是维持高利率 直接跳到 要升息这个决策 所以他在回答 这个记者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是直接否认 他的一个说法 等于包卫一句话打死 反正联准会在做动作的时候 已经不会像 这个过往的联准会 就一次就直接做一些政策的改变 你看包卫一直在跟市场沟通 我们现在到的阶段 只是从原本的降息 到可能维持利率一阵子 现在都还没有到 升息这么extreme的一个状态 所以包卫就一句话 再跟大家讲 现在还没有到 他们考量的一个 基本情境 对 其实我觉得 我做一个记者会 其他的一个内容补充好了 就是其实在通膨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有讲过 通膨或是其他的经济数据 我们通常都会看连续三次 这件事情 其实包卫他在这一次 就有特别提到这个观点 他说他看到 Q1的一个通膨数据 确实已经是连续三次的 超出预期 所以他认为说 现在不太可能去讨论 首次的降息 但是他一定是先以 就是维持政策利率 是他们现在的态度 基本态度 那等到说 可能说接下来 4月5月的通膨开出来 还是往上的时候 那他可能才会再去讨论说 要不要改成升息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刚才其实在前面的一个核心PC的一个部分 我们有做出一些见解 那其实最重要最后还是去关注他 开出来的状况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OK好 谢谢Ryan的补充 来最后一题来问一下好了 这一题我就蛮有趣的 他就问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 金融时报了 他就说 这个Q1 GDP之后 有部分人提到 是不是又进入了 这个停滞性通膨的说法 请问鲍威尔认为 现在这个是风险之一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故意谁进来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鲍威尔回答 是非常有趣的 他其实就是 他直接跟基德说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这样解读 因为他举了一个 其实你大家听听看 其实我觉得他举的例子 非常的生动 然后应该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通常认为 停滞性的通膨 就是你的通膨的一个年增率 要高过GDP的一个年增率 那这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那时候也是讨论说 会不会是停滞性通膨的一个 就是主要的论述 但是你如果看现在的一个经济数据 你会发现 Q1的一个GDP年增率在3% 那核心的PC 其实核心的PC是低于3%的 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的 经济数据的状况来看 是根本不会去讨论说 是不是停滞性通膨 所以其实鲍威尔在回答这块的时候 我觉得也算是 他整片里面 因为记者问他会不会升息 问他今年降息幅度 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都不能够正面回答 对 他就只有这题可以正面回答 肯定句 对 肯定句 他就是这边直接回答说 他完全不觉得有一个 停滞性通膨的状况 美国经济还是文件的一个扩张 OK 好 基本上我们今天早上 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 真的有人要问这一题吗 然后忽然就说 鲍威尔的回答其实很准确 所以我们还是 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 基本上鲍威尔就说 你在说什么 对 那这个概念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鲍威尔的内容 跟大家讲完 在第一个主题 下一个主题我们来聊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影响市场流动性的推手 也就是财政部 我们下主题聊聊 好的 马上进入第二个主题 我们来聊聊美国财政部 我们第一个主题聊的联准会 缩表放缓 其实如我们预期 就是量的上面有一点点不太一致 但是联准会缩表是确定 而且6月就会执行 接下来讲一个可能超出我们预期的 其实就是4月30号 对 4月30号 放假前一天 放假前一天 搞什么鬼 其实也超出市场的预期 然后美国财政部 因为它提供了整个市场债券 财政部就是提供债券 那美国财政部在4月30的时候 公布Q2到Q3的发贷融资计划 就意外上调发贷融资金额 还有TGA的祭底目标 我记得Rachel 然后Rylan还有Vivi 马上紧急开会 因为我们原本月报才写这件事情 月报发出了 然后给我搞这一趴 我们先请Rylan跟我们讲一下 这一次上调的原因 好 那其实4月29号 台湾时间是30号 就是财政部公布上调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是有杀眼 因为那时候其实算是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甚至其实大部分的券商的预期 基本上都是超出的 就没有人觉得说 它会在这一次上调 而且TGA就是你手上 已经有了这么多现金 还要再往上调 我们其实都知道 其实美国债务它的绝对值 长期的一个美债拍卖规模 一定会往上 但是在2024年这个财年 其实是非常特别 就是它的税收是大增的 因为2023年非常好 2023年有些税是延到今年来交的 然后另外它在财政支出的部分 其实是受限 就是债务上线上调的财政责任法案 所以今年也不会去上调 太多的财政支出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今年没有什么天灾人祸的话 你是不会看到财政支出再往上调 所以照理说 财政部它已经有了TGA 现在涨上是9200多亿 就是已经够美国使用半年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疑问说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 就是进一步的上调 所以我甚至 我记得那天还有跟Rodio讨论 就是说市场上好像有些阴谋论 就是说选举年 对选举年 拜登可能要拼选举 下半人要硬拼财政政策 然后或是什么说 可能像Q1通膨已经有点过高 所以财政部这边 他要故意不让TGA去释放出去 因为如果释放出去 可能再进一步的推升通膨 就是这种种种的一个阴谋论 但是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财政部的一个声明稿 跟他的会议记录 其实是5月1号才公布 所以我记得我那天还有写个短评 我短评的结论 我第一次下这种模拟两可的结论 就想说5月1号 等他公布了后 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原因 其实这个公布出来之后 其实我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结论 已经帮我做出 解答了 算是解答了 这次的一个意外上调 就是包括Q2的发贷融资金额 是上调到2430亿 前一次是雇大概2000亿左右 Q3它的一个发贷融资金额 是直接大幅提升到8470亿 TGA的一个既体现金目标 是上调了1000亿到8500亿 我们认为这个目的 其实除了下半年 可能有一些财政支出以外 最大的目的是 它后面要推定期回购的一个操作 它这个定期回购操作 因为要跟一级交易商 把债券买回来 所以手上要保留一些现金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主要目的 讲到定期回购操作 我们帮用户复习一下好了 其实定期回购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已经看我们 M1号写了超级久 但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我们 因为财政部其实放鸟过市场一次 要怪财政部 财政部原本在说 就是今年的一个2月 就1月31号 2月1号的时候 就要公布定期回购 但它最后其实是公布一个试作 所以它其实在4月的时候 就有试作这个定期回购 那这个定期回购 其实讲简单是这样 就是你大家都知道 就是机构其实长期 都会买美国的债券 但是美国债券的一个现货 其实它有个特性 就是说它刚发行 刚拍卖的时候 它是流动性最好的时候 你刚买下来 你刚拍卖下来 你很容易的卖给 找到下一个买家 但是如果你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就不会去买你的旧券 为什么 因为有拍卖新的券 我干嘛去买你流动性比较差的券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它手上这个债券 它虽然hold到maturity 就是hold到到期 它是不会赔钱的 但是它的禁止一直减损 尤其在升息的一个阶段 它这时候想要临时有融资需求 想要卖的时候 是要大幅的折价在市场上去卖出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找不到买家 所以财政部它就开了这一个流通的工具 它当买家 就是你卖回来给我 你卖回来给我 它的一个方式是这样 财政部跟益子交易商 它是采一个买断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要用现金直接跟你买回来 那我现金跟你买回来 这就是能解释说 为什么它还要再提高它一些 现金的UB 所以这个部分算是解答我们的一个疑问 那我们就接着去讲说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说 它提高的TGA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不是为了后面还要花更多的钱 财政支出发 或是发更多的债 其实主要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是财政部这一次 算是调升了一个发债的一个融资的一个上限 但是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声明稿 公布的2Y到30Y的一个拍卖规模 你会发现财政部大概从4月之后 接下来的4月到10月 都预估美债的2年期到30年期的拍卖规模 都不会再扩大了 等于它拍卖数没有增加 等于说它的拍卖数没有增加了 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如果说 没有这个定期回购这件事情 它甚至它的拍卖是可以减少 不需要借这么多钱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一部分 很高纪律是借钱出来 for这个定期回购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那第二个是 它在声明稿里面 我们这次的快报里面 为了就是让篇幅比较好理解 所以没有去特别解释 它的一个声明稿的一个 很重要的件事情 就是其实财政部 很高纪律 会在未来 就是把6周的 就是短期的国库券 也列为常规的一个拍卖 那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在2022年的10月的时候 其实也做过一件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在升级阶段的时候 债券都是不被看好的标的 所以它流动性都会很差 所以财政部在发债的时候 就会一直去希望说 我要发一些 就是不同期限的 让市场有流通性的一个债券 这样才会比较好的一个买盘 对 那在2022年的10月的时候 其实就有曾经把17周的这个 就是债券 就是国库券 变成就是固定要拍卖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的一个固定拍卖里面 有17周 但是没有6周的 它有4周 有8周 没有6周的 但是现在财政部发现说 6周是货币市场基金 也很喜欢的 最喜欢的吗 也不用说最喜欢 就是反正你发货币市场基金 会卖单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在未来是打算 把这个6周的国库券 也变成它基准会拍卖的一个债券 那已经直接写在 这一次的一个声明稿里面 所以综合这两点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已经开始要转向 就是可能不会再靠 就是2年期到30年期 这些长端的一个债券 去拿到融资的一个现金 会比较转向完短端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 就是之前的Podcast 还有之前的文章 我们在理事会成员 Wordel那边 其实就有提过说 其实财政部跟联组会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如果是之后 假如说发行比较多的 短端的国库券 你就会发现说 原本OORP 不是还有4千多亿吗 它会更愿意的流出到市场 去卖这些债券 因为它去买这些短端的 对 它去买这些 因为它本来就是货币资产基金 就是要买这些短端的 所以你发一些新的品种 发一些比较流动性比较好的 它自然会流出来 来真的溢注到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在长远来看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好 谢谢Ryan 我们了解了财政部的发债计划 但好像还没有完整的 讲完定期回购 Ryan定期回购 对市场上的影响是什么 好 现在定期回购的状况 是这样子 就是其实它为了要cover 整个债券市场流动性 所以它把它分成9个 就是9周去做这个定期回购 那它在这个9周 会针对不同期限的美债 去做就是回购的一个状况 那它在每一周的时候 在一般美债的时候 它会限制就是21的一个上限 那如果是碰到抗通膨 就是TIPS的债券的时候 它的上限就是5亿 那总共我们现在目前 它最新公布的定期回购 大概在一季里面 大概会提供 大概225亿的一个 美债的一个流动性 等于它一季会把225亿 丢到市场就对了 应该这样讲 就是反正它会开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出来 那一级交易商愿意的话 就是你手上真的缺钱 你想要用你的美债来换融资 就是换现金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跟财政部 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 那它在这一次的一个 财政部的声明稿里面 其实有特别提到 就是现在它在5月到7月 就是schedule 已经都公布了嘛 那它在下一季的时候 会在8月初的时候 公布下一季的这个 就是定期的 定期回购的一个规模跟状况 那他们其实已经有预计了 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规模 去做一个提高 因为他们也担心说 是美债的市场流动性有问题 那基本上 一级交易商的一个回馈 也都是希望说 财政部能够扩大这个措施 所以在下一季 就是8月初的时候 可能它每一季的这个上限 就会从现在的225亿 扩大到300亿 那如果扩大到300亿的话 其实对于美债的一个流动性 我觉得至少机构 他在买债的时候 他是安心的嘛 就是我买完债之后 我有些旧券老券 真的流动性周转不灵的时候 我可以卖个财政部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定期回购 在接下来能够帮助 美债市场去缓解市场情绪的一个 就是主要的一个论点 好 谢谢Ryan 我们把财政部最近的发债计划 然后还有他做定期回购 我们做了一次的review 所以如果听到朋友听到这边 你会想到 刚刚讲到的联准会 联准会缩表 他会放缓 财政部又增加了TGA 但是又启动了定期回购 我们把这两题统整一下之后 来问一下Ryan 现在联准会又财政部 这样的一个操作之后 我们怎么样看待未来市场 整体流动性的观察 好 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看一些市场上 其他的评论的话 你就会发现大家很多 会拿现在这个5月的时候 去跟去年的一个10月 去做一个比较 其实去年10月就是股市落底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一路的反弹 那时候其实大家后来 就是事后去找原因的时候 会说当时会看到说 OMRP有一兆多 然后TGA那时候也有七把千亿 所以很多的一个缓冲的流动性 会进入到市场 那如果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论点 来拉到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是一个类似的状况 虽然说OMRP没有当初的一兆多这么多 但是像OMRP也还有4000多亿 那现在的TGA 其实是比去年的10月的时候 来得高的 大概要高大概2000多亿 所以其实实际上 total加总起来 就OMRP加TGA的一个 可以释放到市场的预备资金 就是在去年的10月的时候 大概是1.7.8兆 那现在大概是1.4 1.5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市场现在的流动性的资金 其实并没有不足 只要OMRP 可能说它真的就是进去买 美国的国库券 那TGA在未来可能说的定期回购 或是为了财政支出 把它真的花出来的时候 其实市场是不缺流动性资金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在看起来 就整体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后续其实要关注的是说 5月中开出第一次4月的CPI 然后还有5月底 就是开出第一次的4月的PC物价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才会是关键原因 是这样 就是其实当然流动性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说有意外 有意外 真的要 通膨怎么样 对 通膨怎么样 真的要重启升息的时候 那你有流动性也没有用 就有点像是可能2022年的状况 那目前我们其实从数据上来看 是看不到这样的 但是就跟鲍威尔讲的一样 我们后续要怎么看 其实等近期数据开出来 你就会知道 后面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这边补充一点 自己个人的一个论点 就是因为其实我也一直在跟朋友讨论 就是说 3月到4月这波的回党 已经算是回了一段了 那大家都很担心说 会不会跟去年的7月到10月那样 还有第二段 继续回 对 还有第二段 然后美资值率冲上5% 但是我们的讨论是这样 就是现在联准会 或是可能说财政部 他们不能够直接的转向去救 的原因就是因为股债的市场 没有参差 一段期间涨回来看 其实很好 对 那债也没有到一个超级大幅的破底 所以他们现在要转向 都是很比较困难的 对 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个股债的双杀 其实它可能有可能 就跟去年10月一样 因为知道市场 有流通新问题 全面转向 你说有底气了 对 其实反而有底气做 所以其实如果说 真的这样子的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关注 刚刚讲的 只要通膨没有问题 那美国的经济状况 现在也没有问题 那那样的一个回答 maybe它拉长来看 就不是一个坏事 其实就是联准会在讲的 他现在不会去 那么积极的去动利率的原因 他就是用去换一点 用一点这个buffer去换 然后看市场会怎么走 对 OK 好 刚刚Ran讲的内容 基本上如果有听到重点的话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数据 可以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就是这个ONRP 第二个就是TGA 第三个就是这个 联准会的存款机构 操作准备金码 其实这个跟市场流动性有关 那最后还是要看到的是 美国的流通中货币 这四个indicator 基本上都已经被m平方的 前台上面 我们绘制了一张图 也就是刚刚讲的 这是美国联准会负债端结构 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我们一样可以放在资讯来连结 那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讲 除了m平方自己绘制的 这样的图表之外 你也可以自己绘制 你想要看的indicator 进到这个联准会负债端结构 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有兴趣 到我们这张图表 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制图 那你也可以试着 把自己想要观察的这个指标 跟我们的图表画在一起 来找出自己的见解了 那如果当然你想要 无限量的 可以使用m平方的工具 那也邀请你 就成为我们的年角会员 那你就可以一整年 都可以来好好来观察 联准会的动作 然后市场的流动性 以及你想要观察的资产 好 今天的parker 我们就录制到这边 那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给我们五颗心 毕竟有编辑 那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 拜拜 你在学古白吗 好 他现在都直接 对 但我没有他快 你没有帮我掰 对 我忘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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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